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家将门胡子蒙奥那是德高望重的在秦国 所以就是取得蒙奥的信任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寡人已定出兵扫灭东周军之国 就请丞相辛苦一番率军前往 行军打仗 书非易事 还是由上将军蒙奥率军更会稳妥 蒙天他出身在将门世家 他的父亲 蒙武和爷爷蒙熬都是秦国的名将 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蒙田呢 从小就是心怀大志 作为一名武将 他有着绝对的忠诚 力量和勇敢 对于国家 蒙田 我认为他是始终抱着赤子之心 三代一直辅佐秦国 其实是在历史中很难躲 其实蒙田和嬴政之间 实际上是一君臣 一兄弟的感情 我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比方说蒙田蒙一兄弟和嬴政自由一起长大 应该说他们是见证了嬴政一步一步走来的种种艰辛的 而这份发小情始终未变 嬴政对蒙田也是十分信任 蒙田对嬴政也是一生忠诚 我认为这是在乱世中的 一份难能可贵的兄弟之情 东姐 你可真偏心 公子输了也是赢了 他哪哪都好 你若心里不服 我们在比一局赢了你再喝这酒 比一 比一 比就比一 首先应该是在华原公变的时候 蒙田和嬴政调换了衣服舍命救驾 然后在烙矮叛乱的时候 蒙田带领极少数的难关 以及自发赶来的秦仁守卫雍城 作为秦王最后的一道防线 后来在统一的道路上 蒙田又随王俭出征 终于最后打败了项燕 拿下了楚国 蒙田 蒙义 在 寡人手中没有虎夫和王喜 你赴蒙武将军 会听纵管人调遣吗 大王放心 蒙家誓死小命大王 我们的剧中啊 有很多的宏大的战争传统 其实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 难度非常高 因为需要集中全组的力量 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佩服 他要克服环境的危险 比方说在冬天的新疆 零下二三十多路 我们要有拍摄骑马 和战争的戏份 在这种温度下 其实你想控制自己的肢体 非常难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和乃文各对戏的时候 我们在零下将近三十度 骑着马 走出城内起步 我的嘴唇会冻起来 一想要一张嘴唇 结果卡住了 走 往里接着走开 一 二 三 八 六 七 七 走 走 以上stroke市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